所以要討論的是好 那一樣都地方選舉 為什麼縣市首長一面倒的書 地方的議員選的比二零一八好 我這樣講很客觀嘛 我講要檢討就要檢討 就是我看到的 我們看到問題 我就第一個 太多縣市的提名時間 真的太晚 我們曾幾何時 在選地方選舉的時候 民進黨籍的議員初選已經結束了 我們還沒有母雞 我們在座不管是洛芳啊 還是智長兄 我們事無願完成初選的時候 很多縣市都還沒提名候選人 那很多陰謀論嘛 有時候說要等誰啊 然後有時候說還沒整合好啊 可是結論就是 這幾都像新北四百萬人 台北兩百萬人 那個台中兩百多萬人 縣市首長提名之後要去走 要去讓選民知道我要選 這件事情我花多大的功夫 我舉個例子就好 二零一四年 就我們上一次選的很好 是地方選舉是二零一四嘛 當時是什麼時候完成提名 觀眾朋友我們回想一下好不好 黨內高層如果你要來看 扣姐節目我們也回想一下 因為剛好這幾次選舉我有參與 我後來去調 我們是二零一三年的年底 有很多縣市就提名了 足足那一場地方選舉 要打贏國民黨 我們打了一年的選戰耶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沒什麼好想 就是說提名時間真的太慢 那第二個剛才扣姐有提到 就疫情這事情確實 但是我覺得疫情不能對指揮中心苛責 但是我覺得這就是概括承受 就是說我們做的事情在國際上面 排名名列前茅 死亡率 重症比率 在國際上面我們就表現得好 但是 就是有被影響的這些人 他跟他的家人 生重病的啦 本來開餐廳後來倒閉的啦 那我們現在經濟水準跟他講說 比國際好很多 但是他的收入真的是減少 服務業等等 他這人真的就不會偷給你 這個就概括承受 但是選派有沒有影響 有影響 再來第三個我要講是 今天稍早有跟蔡姐聊一下 就我自己在選舉 其實我在選前一個月 聽到這話是整個背脊涼了 就是說 我去一個在我的選區土素三英的 一個很重要的綠營的支持者 他是一個重要企業家 也是一個社團領袖 我們認為他在地方 就是支持民進黨的 鐵的那種地方的大樁腳 我在選前一個月跟他聊天 他卻很主動跟我講 欸 蔡廷 怎麼國民黨都在說 投給民進黨我們就會打仗 喔 嚇一大跳 我開始解釋 我們在節目上講很多次了 不是 我們是在自我防衛之後 才能有和平 那國民黨那一套 卻對中國悲攻屈心 反而會導致入侵 我花了四十分鐘的時間跟他說明 他才跟我講 欸冠廷我認同你講話 我會投給民進黨 我被極量了為什麼 連他這樣子一個綠營常有支持者 我都花四十分鐘的時間 才跟他講到他懂 這代表什麼 國民黨的那一套 在地方已經蔓延了 國民黨那一套講說投給民進黨 年輕人就會上戰場這套 我們沒有即時不管是察覺也好 或者即時消毒也好 你看喔 我可以花四十分鐘講 但如果我們整個黨 整個陣營縣市首長 都知道這事情要處理 也許最後不會輸到這麼長 當然歷史不可能重演 也許我是錯 可是我看到就真的有這個問題